娱乐通天下娱乐乐翻天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最为明显 只是去年那些有名气的学员 最后并没有夺冠 主要原因大概是有名气的人都有一定的粉丝量 这样一来观众对其期望太高 若是选手稍微发挥的不好 票数就不会太高 况且有时候我们所看到的演唱前过程并不是选手一个人能决定的 像是选歌 编曲都是和导师 乐想是一起完成的 所以 达不到观众期望也不能代表什么 和去年相比 今年的回锅肉选手的水平不太一样 上一年的回锅肉学员基本上都是网络热区歌手 令人印象最深的是原创歌手赵梓华 其实他做参赛选手还可以说得过去 但是这季 回锅肉学员是成断层式的 像压轴出场的学员维里安 以他的知名度和实力完全可以和下面的导师相比了 他居然还是学员 真的让人难以置信 作为本季第一个得到八转的选手Snapjet一家 看过节目都知道 他之前参加过说唱新时代 在其中有不俗的表现 今年他参加了好声音 还上了微博热搜 可见名气非同一般 网红歌手王静雯的实力被很多人看好 但是在忙选时 只有李克勤一个人转身 加入李克勤战队后 又经过车轮大战进入了李荣浩战队 虽然过程略显坷 但好在如今顺利进组了 再比如姚小棠 因在网络上唱了首抗议曲目《假如云飞去》 获得了大量关注 从这些选手的情况来说 节目组并没有把握好挑选参赛人员的水平和名气 如今盲选阶段收官了 最大的变化就是导师阵容有变 这也是最值得吐槽的事 导师那应因为个人行程停止现场录制 盲选录制大概就是来救场的了 看来 今年好声音录制还是比较惨可的 因为好声音十周年会让人耳目一新 没想到还是这样没有创意 这季节目刚开播时 评价不高 收视力因正好撞上奥运会而惨不忍睹 甚至很多人都不知道好声音开播 看到这份禁组的名单 我个人现在也能理解那应的选择了 虽然说是因为个人行程无法参与接下来的录制 但同时又是非常正确的决定 毕竟现在的好声音已经变位了 很多人总结了好声音的规律 选手越来越有名 导师越来越年轻 的确是这样 还记得第一季导师阵容是纳英 宇成庆 刘欢 杨坤 而现在导师越来越年轻 还增加了四位从选秀节目出来的助教 选手虽说实力不错 但也不再有那种好声音在民间的感觉 反而是回锅肉扎堆 成了再次成名的渠道 他们要么是从这节目过来的 要么是大网红 音乐学院学生 华语等 不知道这样的中国好声音还能走多远 本期节目就先到这儿 咱们下期再见 拜拜 大家觉得还行的话 帮忙在头像旁边点个订阅 点个赞支持一下吧 谢谢大家